欢迎回到全日总结的时间 坐在我身边的嘉宾 要财政券研究部的副经理 陈伟聪 Jason Jason 你好 Jason先和大家看看内地股市收市表现 上证组合指数升3点 收报2311点 护心300指数跌91点 收报2558点 深圳城市方面跌27点 收报9847点 今日内地市升不起 上证组合指数只是轻微反弹 0.15% 昨天因为国际版的消息 令到内地股市有急跌的情况 但今天又升不起 是否大家都观望着 内地是否会出招 今天你看到内地股市 除了没什么升幅之外 成交金额 亦都比上几个礼拜 明显是减弱了 可能大家都正在消化昨天 国际版即将出台的消息 但是始终这个消息 都传了都有 接近两年 究竟到最后国际版的 推出的时间表是什么时候呢 还未有一个确实的日期 再加上近期大家都观望着 就是说星期六公布的经济数据 通常大家都预期 就是说今次出来的数据 都未必说会太好的时候 中央方面都有机会说要做一些事情 之前就有一些财政的补贴政策推出 另外近期都传得很激烈的 究竟会不会在短时间之内 都有机会有个减息的行动 这些因素我相信都是大家观望着的 如果你说未来中央真的有这些 所谓放水行动 又或者进一步救市的行动的话 才有机会可以令到内地股市 可以重新做好一点 否则这些消息一天都未出台的话 内地股市仍然是以一个 反复横行的格局为主 暂时都未有一个很明确 或者叫很大的突破 A股反弹乏力 今天恒指的表现亦升不起 恒指今天收市升73点 收布18,259点 成交额只有397亿 国企指数方面升22点 收布9,397点 升了0.24% 今天成交非常疲弱 400亿都不够 恒指方面亦反弹乏力 其实外围的因素继续困扰港股 A股方面又升不起 其实两个因素夹击之下 恒指的表现又会怎样做呢 恒指的消息方面都比较多 始终今个星期 联储局、白蓝黑方面会说话 另外明晚方面 亦都有欧洲央行的议息 去到今个星期尾 亦都有内地方面的经济数据会公布 去到月中方面 亦都有希腊方面的国会大选 再去到今个月的月底 亦都有欧盟方面的峰会 以上等等的这些基本因素 都仍然会影响着整个大市的走势 当然你说之前的市由高位跌下来 那个焦点都放在环球经济 就有个放缓的风险上 你看到上星期公布的PMI 又或者是美国方面的就业数据 一面倒都是差的 所以暂时都令到市的情况都比较弱 但是如果你说 未来市场的焦点 由经济放缓这个因素 就放在旧市的憧憬上面的话 我相信整个大市就有机会 会先做一个反弹的 但是当然了 究竟这个旧市的措施 或者旧市的憧憬 何时才会落实呢 都仍是要观察的 那么看回恒指呢 如果你看到今天的反弹 都仍是这么弱 还有成交都仍是这么低的时候 暂时都仍未能够确定 就是之前这一段的跌势 就已经是叫做见底了 那么如果你说 现在十天线出不了 要再下跌的话 那么下一个支持位 就可能要看回去 就是17,800点左右 那么当然了 如果你说看回去那个 就是技术指比的话 RSI来说 仍然都仍是挨住一个 就是超卖区那里走 走到哪个位置才会出现反弹呢 那大家都一定要留意 究竟外威亚 何时才有所谓的旧市的措施会公布 一旦你说欧央行真的减息 又或者联储局方面 有些QE3的暗示出来的话 那我相信整个的反弹势头 都会是挺强的 好啊 另外我们看看蓝筹股 今天的收市表现了 见到汇控方面 收市是升2毫 收报60.3毫半 中移动跌5C 中行方面升4线 公行升4线 建行升5线 收报5.37 港甲所升2.4 升超过2% 新地跌4毫 长实升2毫 收报86.5 中银香港升1毫 国寿升2线 中海有跌1毫 收报13.28 中石化升3线 中旅方面跌2线 中国海外跌1毫 收报15.3 腾讯跌2毫 收报208.4 见到今天跌幅最大的蓝筹股 就是内需股华润创业 291银的股份 今天跌了接近半成 收报22.25 最低22.2 今天破底的股份 但见到其他零售股方面 做得没它那么弱 华润创业跌落的原因又是哪 暂时就看一些消息方面 就没有一些很确切 又或者是一些很关于这间公司的消息 公布了 所以大家都其实不太明白 为什么说今天 当大市都叫做是企稳的时候 反而这只股份都有个明显的下跌 如果你说真的要追索前小小的那些时期 都见到它在今个上个月 在月初公布第一季的业绩方面 都是一般的 无论去超市方面的业务 又或者去到食品 甚至乎是啤酒方面的业务 都是做得不是太理想 核心盈利方面 都要按年跌了一成半那么多 但是照计这个消息 应该是之前那一阵跌下来 就是反映了的 今天都有个明显的叫做洗仓 或者叫做大跌的原因 大家都可能都需要去到观察一下 那一旦如果你说 来近真的有些比较负面一点的消息 是即是公布了 而令到股价真的这样跌下来的话 那大家都要留意 因为都看回去 这几天股价跌的时候 都跌得是比较急 还有就是之前一个比较大的支持位 就是24元 都叫做正式是叫跌穿了的 那一旦如果你说没有什么 基本因素配合底下 我相信它来近就算反弹也好 都应该去到大概23.8至24元 阻力都会有多大 另外 今天创新低的蓝筹股 还有一个中国神话 今天中国神话 股价跌了接近2% 看看股价收市表现 神话方面跌4毫半 收贵于25.8毫半 其余几只煤炭股走势做得比较差 燕州煤跌超过3% 中煤能源跌1毫 行顶方面跌超过2% 跌5先 收布2.1毫半 手钢资源跌3先 收布2.34 煤炭股今天走势上真的做得一样 神话更加破底 煤炭股走势上是否提到一线 没错 近期内地也有很多消息 在说电力厂方面 存货仍然是非常高 另外 现在是一个所谓用电的高峰期里面 整体煤炭的消耗都是比较慢 所以都见到内地一些重要港口的煤炭价格方面 单在5月都跌了2成多 当你说煤价跌势仍未站稳的时候 我相信这类股份仍然是有个继续试以低位的机会 当然 你说中央方面有些什么政策公布 大家是炒回一个救市 或者经济复苏的话 这些股份才有机会可以做反弹 另外见到今天中国联通方面 又再试过昨天的低位 不如看看收市表现 联通方面收市的时间是回升 升回4先 收布10.08元 内地电讯股中移动是跌5先 中电讯升回0.25元 收布3.31元 见到今天走势上做得一样 联通先跌后回升 试过昨天低位9.95元 联通走势这么弱 未来股价走势怎么看 其实几只电讯股 除了中移动之外 其他那几只都不是太理想 始终现在内地大家都想着增加减价 去到吸客 但到最后 究竟吸了客户 但实际利润会剩下多少 这个问题都是大家所关注和担心的 一旦忧虑未消除的话 我相信这类型股份 时间差不多了 和大家看看恒指今天的收市表现 恒指收市升73点 收布18,259点 成交额方面今天有397亿 国企指数升22点 收布在9,397点 升了0.24% 其指方面仍然升167点 暂时低水149点 明天同样时间再和大家见面